刚才岛内选举中胜出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就急不可耐的挑衅大陆 她近日接受英国媒体BBC采访之 发表了暴冲式赤裸裸的台独言论 引发岛内舆论强烈忧虑和口诛笔伐 台湾地区选举刚落幕的几天内 岛内一些观察家还曾乐观期待 大权在握的蔡英文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改善两岸关系 然而民进党不但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言行 反而第一时间大放厥词 制造台海紧张动荡 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 民进党是选举行政党 一切以选票为考量 但是选举都结束了 没得选举压力的蔡英文却还要如此挑衅生事 大概只能解制为 此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蔡英文这是自我膨胀了飘了 什么狂言浪语都敢说了 她大概认为既然仇中孔中牌可以帮她赢得选举 就应该继续大打特打 打得越多越用力 民进党的执政地位就越稳当 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 也是严重的误判行致 选举的确有很强的非理性成分 选民或许会一时被恐惧和仇恨支配 但激情过后 人人都希望当选者能给自己带来和平安定 蔡英文自以为能代表民意 她有没有考虑过 岛内有几个人愿意被绑上台独战车 陪她共赴深渊 过去这三年多时间 蔡英文拒绝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久而共识 毁替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 各种动作不断 当选连任后 蔡英文先接受外媒采访 公开向大陆叫板 随后星级火燎的签署反渗透法 对那则马不停蹄追杀国民党 不难看出 民进党当局第二个任期 恐怕不会选择务实路线 而是会朝着更激进疯狂的方向 一条道走到黑 党内那些指望民进党会利用 未来四年多好好搞经济的人 指望民进党会借机修复两岸关系的人 可以洗洗碎了 搞对抗没有出路 搞台独更是绝路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妄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 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得身败名裂 蔡英文口称不挑衅 却一边妄图阻绝两岸交流 一边对外公然宣扬台独 这是在试探大陆底线 是极其危险的玩火之举 玩火者必自焚 物未言之不欲也 玩火者必自焚